最新消息高雄市紫关区柯仔寮渔港 今天晚间七点多传出了火警 有一艘渔船准备要进港却突然冒火了 海巡署互报之后紧急派人前往灌救 高雄市消防局也派出了汽车十五人前往支援抢救 幸好整起事件没有人受伤受困 当时渔船上燃烧着熊熊大火 橘红色的火蛇将船给吞噬了 情况看起来相当的危急 消防队互报之后立刻赶到现场布水线来灭火 人员是拉着管线冲到水里头 一度还喷洒泡沫要控制火势 不过因为船身倾斜效果不太好 所以又改回用水继续来灭火 好不容易这火势才遭到控制 原本船上有三个人都顺利逃出了 无人受伤 但是详细的起火原因还有待调查 您好我是宋岳明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